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王老板今年40岁 全家就靠着他开的养鸡场过日子 那么在前两年曾检查出来了 患有乙肝 因此他平时也是不喝酒 本来学带乙肝的人就不少 那么也不影响正常生活 但是命运偏偏却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因为身体比较容易疲劳 莫名其妙的销售 他老婆就带着他到医院检查 结果却发现他年纪轻轻才40岁 就患上了肝癌 为病来如山倒 本来就还可以勉强生活的他 已经没法出院了 身体也在一天不如一天 虽然很顽强的根癌症在抗争 但还是没有抵抗住 带着不甘愿与遗憾走了 他的妻子真的是非常难过 但也是充满了疑问 患上乙肝怎么就偏偏容易变成了肝癌呢 他平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生活饮食方面也是很规律 不应该真的是不应该 那么在咨询了医生之后 才终于明白 原来都是鸡屁股惹的货 大家就是开养鸡场 平日里供应很多店铺的一些鸡肉 但是顾客不要鸡屁股 他就将这些鸡屁股给他收集起来 每天自己来吃 而且他也是比较爱吃鸡屁股 可以说是天天吃的 这种美食爱好的人也不多 但是也不在少数 对此医生提醒 即使在爱吃也要有所控制 因为他确实是有毒 医生也大声说到 在鸡屁股上面 有一个锥形的地方 用菜刀给他轻轻给他切开之后 你就会不小心发现 里面有一个黄色的东西 而且这个黄色的东西是一对 这个东西 它里面就含有大量的毒素 毒素也是超标 那么经常来吃这个东西 就会把毒素带到身体里面来 最终呢 这些毒素都是需要肝脏来消化 来解毒来代谢 但是由于毒素越来越多 根本这个鸡屁股就没有什么营养成分 在肝上就很容易堆积起来 可以让肝细胞化身变异 非常可怕 最后从而硬化癌变 所以如果实在想吃鸡屁股 那么一定要把这一块给它切掉 但是有的人都不切 人家都说 吃鸡屁股就要吃这两个黄黄的 没有黄的话那吃起来就不香 这两个黄黄的吃下去 真的是越嚼越香 医生也说了 肉类虽然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个食物 但都身上大部分的部位都是能够食用 不过确实有一些部位是你如何 也是不能来吃 食用过多对身体的危害真的是非常的大 一定要注意 一 鸡头 鸡头它含有重金属 非常的高 在我国有一个民间愿意 十年鸡头 胜皮酸 为何接牢 鸡头毒素就越大呢 这是因为鸡所摄入的重金属等一些有毒的物质 会存储在头部 而鸡头的重金属含量有为超高 且年龄越长的一些老鸡 它鸡头所存储的毒素则更多 建议大家还是不吃 给它扔掉最好 第二 鸡脖子压脖子 当固存过高 我们吃鸡脖子 鸭脖子 最好不要连皮来吃 为淋巴等一些排毒的腺素 都会集中在颈部的皮下脂肪 那么有一些人 吃鸭脖子 鸡脖子 喜欢将其咬碎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要将鸭脖子骨架中的气管 给它捂食了 为这个气管 它要进行气体交换 很容易存在一些细菌 怎么洗都是洗不干净 而且它含有大量的高胆固醇 很容易导致高血压 别是一些心脏病 还有一些老人痴呆的患者 等其他疾病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吃这个部分 第三 鱼 鱼内脏里面 它有一个黑衣 这个黑衣 它不能吃 鱼体腹腔两侧 有一层黑色的磨衣 它是最为腥臭 泥土味 也是最浓的部位 这个部位呢 黑衣 它含有大量的类质质 溶菌煤 等一些物质 所以在清洗的时候 一定用手指甲 要给它刮干净 那是千万不能吃 家禽的尖刺不能吃 这是在鸡 鸭 鸭 等禽内 屁股上端 这个尾巴部 长尾鱼的部位 学名叫腔上狼 它是一个淋巴腺体 集中的地方 淋巴腺中的巨石细胞 虽然它可以吞食病菌 还有病毒 但是它却不能被分解 所以一些家禽的尖刺 它是一个常有污 纳垢 致癌物的聚集之地 这个部位它是有毒 也是不能来吃 猪颈肉 猪颈的疙瘩 它里面有续菌 病毒特别多 所谓猪颈的疙瘩 就是猪脖子上面的灰 黄 或者生红的一些疙瘩 又称为肉肘 这个部位是非常容易带有大量的病毒 还有续菌 一旦我们给它吃到人体里面 那就十分容易被感染 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一些发生 很容易俗话来说 得一些肿瘤 七 鱼胆 可能有的人会说 鱼胆它有利于清肝明目 但鱼胆真的是不能随意来吃 每年都是有很多人 因为错失鱼胆而导致中毒 很多人都不知道 医生也说了 鱼胆之中成分过于复杂 并且里面含有多种有毒物质 即使你给它经过高温烹饪 它也不会消失 还是不吃为好 赶紧给它扔掉 八 冷藏超过两个月的肉 肉类冷冻也是有保质期 一旦超过了保质期 在冷冻室里面 它也会编制 一般来说 家用冰箱存储个两个月以上 就有点长了 那么这种肉已经超过了 安全使用期 所以不仅口感差 营养流失 而且我们给它吃进去 也是有健康的风险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个视频可以点赞收藏 同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